校草说谁能答对他出的数学题 他就和谁恋爱 同学们抢着答题 我不屑一顾 他却红着脸问我 一加一等于几 我六 他是我上一世的老公 也是我重生后最想避开的人 可我不知道他也重生了 后来校草他追欺火葬场了 我出车祸死了 死在了圣诞节 我生日当天 结婚五年 这是我第五次自己过生日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疆域了 他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 创作型天才歌手 此刻他正在香港 出席粉丝见面会 见面会的会场 摆着我最喜欢的圣诞树 上面却密密麻麻地 挂满了诅咒我的心愿卡 还有粉丝给我屁的遗照 宁久威 你怎么还不去死 小三宁久威永远洗不白 勾引男人上床 靠假怀孕上位的骚货 甚至有个被过激的粉丝 对着江玉直言 你什么时候和宁久威离婚 我给你花了几十万 不是为了让你给宁久威 那个剑婊子买名牌包的 其实我从不背名牌包 我出门背的 一直是大学时候 江玉花20元给我买的小熊包包 我正正地看着屏幕里 江玉那双漂亮又勾人的桃花眼 想起他送过我最高的圣诞树 和最大的维尼熊 他会在颁奖典礼后 偷偷在我去吃路边摊的宵夜 可总也吃不了两口 就会被狗仔和粉丝团团围住 去看电影 我和他要坐不同牌 座位总是隔得很远很远 电影还没散场 他早就退场了 只要我们约会 十辆车的距离之外 都能发现狗仔 我们恋爱的一切细节 一定会在第二天 登上新闻头版头条 然后粉丝和媒体 会拿着放大镜 一点一点地挑出我的错处 甚至因为我在媒体面前 比他多说了七秒钟的话 也招来了谩骂和羞辱 我写的小说 更是被指控消费江玉的名气 最终不得不无限期停止连载 我根本没办法 正常地工作和社交 我被困在空荡荡的别墅里 日复一日地等江玉回家 他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和唯一 窒息的感觉 见面会的采访环节 记者问江玉 如果有时光机 能改变过去 他最想回到哪一个时刻 江玉掀了掀眼皮 散漫地看了记者一眼 似乎是被他的话勾起了兴趣 一向很少回答记者问题的他 唇角勾起浅浅的弧度 语气细血 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以前 我绝对不会去戴观山 被你们拍到 戴观山是我和他第一次 被拍到的地方 也是我们隐婚一年 被曝光的开始 从那天起 所有的新闻网站上 铺天盖地的 都是关于我的负面舆论 我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 却不知道到底在怕什么 就好像被打进了地狱里 我和江玉是高中同学 大学才开始恋爱 大一那年 我追的他 追他这样高冷的男神 我费了很多心思 吵架时 他从不肯道歉 永远都是我先低头 他写了很多首 快智人口的情歌 却不太懂怎么恋爱 大二那年 他在学校迎新晚会上 唱了一首 他编曲我作词的台风 穿着白色衬衫的 俊逸青色少年 爆红网络 也是从那一天起 他签了经纪公司 正式出道 毕业后 我们领了结婚证 却一直没有公开 他从背后拥住我 细碎地稳落在我的肩头 声音压得很低 略雅还带着煞纸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保护你 等我学会 我们再公开 好不好 他的稳开始只是很痒 后来力度逐渐凶狠 像是要把我拆吞入腹 我没等到在悬崖边上 举办的婚礼 也没穿上新娘 才能穿的结拜婚纱 后来 他的工作越来越忙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他的时间 永远被各种工作安排填满 我和江玉被拍到的时候 他和当红流量小花的绯闻 正传得沸沸扬扬 我成了CP粉口中的 小三合绿茶婊 他的经纪人陈绍荣说 江玉这样的天才 永远不可能只属于你一个人 一向冷静自持的江玉 第一次在媒体面前发了火 那些因为我结婚 威胁着要脱粉的歌迷 尽管离开 我不会挽留 你们胡乱造谣 对他太不公平 他不是公众人物 他没有把隐私贩卖给你们 可他的话 激起了粉丝们更大的愤怒 而我成了承受那份愤怒的 最佳出气包 被骂得多了 我好像渐渐地麻木了 滴 滴滴滴 汽车鸣笛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心头一紧 转眼一看 一辆失控的卡车 朝着我的方向冲来 哼 在失去意识之前 我强撑着给江玉发了最后一条语音 记得好好吃饭 工作不要那么拼命 强制性脊柱炎犯了 就不要嘴硬 痛的时候一定要说 不要因为爱面子 就总是强忍 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天才疆域也会痛呢 如果你不是疆域 那该有多好 我们的聊天停留在一个月前 我近乎卑微地祈求他 我们能谈一个平凡的恋爱吗 就像我们刚开始那年一样 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普通情侣一样 你可以大大方方地骑着摩托车 在我去夜市小摊吃我们最喜欢的奶油螃蟹 不要只吃一口 被发现了就跑开 丢下我一个人 吃完饭 我们牵着手散步到电影院 并排坐在一起 看电影 我害怕的时候 你可以捂住我的眼睛 我激动的时候可以握住你的手 我累的时候可以靠着你的肩膀 不要坐那么远 要是电影散场之后下雪了 我们就在雪地里走啊走啊 走到你也白发苍苍 走到我也白发苍苍 不要每次回家 睡一觉 就又匆匆离开 我醒来的时候 总是一个人 他一直没回复我 做不到的事 他从来不会给承诺 再睁眼 我回到了高中 课桌上整整齐齐地堆着高高的课本 同学们的脸上 偶尔还会冒出几颗象征着青春的青春痘 黑板上还留着上一节数学课数学老师写的版书 我低下头抽出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面上写着高二三班 宁九威 重来一世 我选择放开疆域的手 有时候 有些人分开了 不是因为吵架 不是因为走不下去 只是为了双方更好的生活 同学们都在议论 听说了嘛 校草说谁能答对他出的数学题 他就和谁恋爱 我们高中的校草 不就是江玉吗 我抬眼一看 江玉的课桌前挤满了花痴的小女生 不一会儿 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哀嚎 家人们 谁懂啊 江玉出的根本不是数学题 全是字母和符号 是数学和英语杂交的杂种题 这也太难了吧 江玉越过人群 看向我 眼波微动 宁同学 你不试一试吗 江玉主动找我这个班里最不起眼的女生说话 不禁引起一阵骚动 宁九威数学那么烂 是不是也没差了 对呀 学习委员都解不出的数学题 宁九威怎么可能会吗 问他不是白问吗 他数学都考不及格 对哦 高二的我是个学渣 我在高三那年 拿到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冠军 才和数学竞赛 金牌江玉 保送了同一所大学 原来高中的 我也还是配不上学霸江玉呀 他是天上月 我是地上霜 这一次我不敢再妄想 我在江玉的视线里 笑着摇了摇头 这场恋爱里 我们都有努力过 可最后还是不行 那谁也没有办法 我会微笑放手 说好不哭让他走 同桌高爽 轻轻捅了一下我的手肘 雨带羡慕 小薇 你什么时候和校草那么熟啊 之前怎么没见你们说过话 我垂下眼眸 我和他不熟 高中的我 确实和江玉一点都不熟 极度的目光自四面射来 就像上一世一样 好像什么也没改变 我靠 他好装啊 勾引男人有一套啊 他以为他是谁啊 茶姐 不同的是 这一次我可以选择不开始 啪的一声 江玉把课本摔在了课桌上 看他面色不渝 教室里唧唧喳喳的人群 瞬间鸦雀无声 他推开眼前的人 静止走到我的课桌前 江玉穿着一件单薄整洁的白衬衣 身形流畅高挺 比后来的他 更多了几分少年感 漂亮的桃花眼里 韵着复杂的情绪 他把作业本拍在我桌上 红着脸 目光灼热 问道 宁同学 一加一等于几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 我还是无法抑制地为他的俊脸感到心动 我顿了顿 开口道 不是 凭什么我们的题那么难 他的题那么简单 这你还看不出来 江玉故意给宁九威放水 我靠 他凭什么拒绝 周围嘈杂的声音 不停地涌入我的耳朵里 江玉脸色如常 丝毫没有因为我的拒绝 而展现半点其他的情绪 一双深邃的黑眸 晦暗不明地盯着我 宁同学 你能不能帮我填台风这首歌的歌词 他骨节分明的手翻开作业本 上面是他普好的曲子 我想 这首歌只属于你 不对 台风明明是他大二那年才写出来的歌 难道这一次 江玉也重生了 我抬头看着江玉 他狭长的毛子微微挑起 连带着眉峰下的那颗桃花痣 也微微扬起 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语气哽咽 对不起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一次 我一定不会弄丢你 记忆里从不会低头认错的江玉 和眼前这个乖张少年重叠起来 恍若隔世 我摇头 江同学 我们很熟吗 江玉明显一愣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继而 他朝我伸出 他那修长又漂亮的手 轻叹了口气 低雅的声音 散发出危险的信号 宁九威同学 你好 我叫江玉 我想重新认识你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噩梦 梦里二十岁的混蛋江玉 让你吃了很多很多苦 他顿了顿 温柔无比的语气里 夹杂着灰暗复杂的情绪 这一次不会了 我想起江玉对记者说的 如果有时光机 他要回到的过去 是不会带我去带关山 不会让我被拍到 可我想回到的过去 就是这一刻 从我们没有交集开始 我们之间少的 真的只是一台时光机吗 带关山只是一个巧合 没有带关山 也还会有别的地方 只要我们一起出门 总会有被拍到 对曝光的一天 而恋情曝光的时候 注定得不到大众的祝福 江同学 或许我们的人生没有交集 会更好 我的声音止不住地发抖 又怕他看出破绽 硬扯出一抹笑 我很怕你的噩梦会成真 阳光洒在江玉清俊精致的面旁上 他黑色的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 神情中多了几分颓废 深邃幽暗的眼眸 一直没从我脸上移开 梦醒之后看见你 我很难过 难过的只能做两件事 少年身上独有的淡淡造香味 钻入我的鼻子里 第一件事是呼吸 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泛起一丝苦笑 第二件事是想你 叮铃 叮铃 上课铃声响了 梦也许是另一个世界的平行时空 不要重蹈覆辙 我深吸了一口气 可心脏还是猛烈地跳动着 努力平复好情绪后 我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 姜同学 该上课了 姜玉沉默了半秒 突然说 你所有的遗憾 我都会补偿你 他谋底的情绪不停翻涌 里面疯狂蔓延 自长着少年藏不住的喜欢 还有浓的话不开的愧疚 好像人 总是在彻底失去的那一刻起 才能学会珍惜 六放学的时候 正好轮到 我和高爽值日 大部分同学结伴 三三两两走了 班级里仅剩几个成绩不错的同学 还在低头学习 窗外 渐渐暗下来的天空 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 姜玉默不作声地擦着黑板 你说 姜玉怎么突然 就对你情根深重了 高爽边扫地 边小声打去道 她可是校草 学校里那么多女生 偏偏只喜欢你一个 总不可能就因为 那个奇怪的梦吧 哎 她梦到的人为什么不是我 我低头洗着拖吧 不知道该说什么 事情在朝着我不希望的方向发展 我拖完教室最后一块地砖的时候 姜玉叫住高爽 她的眼神飘向垃圾框 要不你先走吧 我帮你倒垃圾 高爽一副了然的表情 迅速背起书包 那我就先走了 麻烦你了 多谢 说完 她一溜烟就跑了 我看着堆满垃圾的垃圾框 思索着该怎么一个人去到 姜玉却已经拿起了垃圾框一边的绳子 她的语气中带了丝试探 宋同学 走吧 一起倒垃圾 见我不说话 她又补充道 我一个人去倒垃圾也不是不行 只是我的腰偶尔会痛 你不知道吧 我有一传性的强制性脊柱炎 总是会突然发病 发病的时候痛得连绝都没办法睡好 我在心里悄悄说了声 我知道 上一世 姜玉在演唱会前 总是很害怕演唱会那天突然发病 所以会提前好几天 吃治脊椎的药和胃药 因为治脊椎那些药都是伤胃的 一直吃到演唱会结束 可那些药也不能多吃 怕产生抗药性 下次就没用了 所以她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即使发病了 也会尽量少吃一点 有时候 痛得睡不着觉 她会整夜整夜地坐在床边 拉着我的手 要我给她讲我写的小说 其实我就是个药罐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了 姜玉说这些话的时候 嘴角轻勾 一副吊铃铛的样子 她心里却比谁都认真 大家都在期待我的新歌 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我的唱法太伤嗓子了 也不知道还能唱到几岁 总是贪心地想多唱几首 她是十分钟就能写出一首 爆火的歌的天赋型选手 也是从不糊弄自己的顶级奋斗家 我曾劝过她 要不这次演唱会就坐着唱 不跳舞了 不行 她原本上扬的语调 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演唱会对歌手来说很重要 演唱会要精彩的话 怎么能不跳舞呢 劲儿像是怕我被她的严肃吓到 她又四笑非笑地补充一句 何况要是不跳舞 我这八块腹肌不就白练了吗 她拉过我的手 放在她的腹肌上 老婆 你看 这腹肌结实吧 都是我辛辛苦苦练出来的业 是个很臭屁 又很认真的人 走吧 我无奈地抓起垃圾框另一边的绳子 江玉的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 下了教学楼 地面因为积雪变得很滑 江玉和我走得都很慢 我怕她摔倒 她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自从她成名后 我们好像再也没有机会 这样安静地并排走着 生活里到处都是粉丝 狗仔和媒体 永远在躲躲藏藏 头顶一阵冰凉 我抬起手 下意识想要拍掉头上的积雪 不要动 江玉低哑的声音中带了明显的颤抖 犹豫了半晌 我还是把抬起的手放了下来 我们真的在大学里 走到她也白发苍苍 我也白发苍苍 好像过完了一辈子 如果她不是江玉 那该有多好 可惜她是 所以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回来的路上 我一点一点胆掉了头上的积雪 江玉趁我低头 扯下了我的头绳 语气淡淡 送我吧 我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 她就把那根小熊头绳 戴在了她骨骼清晰的手腕上 月色照在江玉冷峻的轮廓上 更显她的鼻子挺直硬朗 她的薄唇紧抿着 连弧线都透出金贵的气质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就当做她上辈子送我的圣诞树的回礼吧 那棵圣诞树上面挂满了小熊 一直摆在家里 离开学校的时候 我站在公交站前等666路公交车 江玉一直跟在我身后 我皱眉 不解道 你也坐666路 她家明明就在学校附近 江玉嘀嘀地嗡了一声 跟着我上了公交车 我到站的时候 她朝我挥了挥手 宁同学 明天见 我家还要再坐一站 好家伙 怕我发现 她还打算多坐一站 不过 她人生浪费时间的机会 也许就那么几次 等到毕业之后 她的时间开始按分钟计费 那就让她浪费吧 我装做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和她说了再见 回到家 我随意扒拉了两口晚饭 就和我妈说 我要学习 进了房间 我妈一边收碗 一边嘟囔着 突然开始学习 真是稀罕 打开电脑 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 我开始敲那本 还没来得及完结的小说 那本小说是我闲得无聊才开始写的 发布没多久 就冲上了热榜 没被扒出 做着是我之前 网络上好评一片 甚至已经有影视公司和我接触 谈小说的影视化改编 重来一次 我终于可以将小说好好的完结 一口气写了两万字 我把小说出稿 发到了故也的邮箱 人的生命并非从出生那一刻开始 而是在做出某个重大决定 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之际开始 现在顾也还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在网文网站做编辑 上辈子 我小说发表的时候 他已经创立了自己的网文网站 成了顾总 得知我决定无限期停更 他惋惜了很久 不能离婚吗 离婚了 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你说呢 顾总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要是你没和江玉结婚就好了 这本小说至少能保证 你在网文圈里闯出一点小小的名堂 天才远远仰望的时候 总是闪闪发光的 可一旦靠近了 你所有的光芒都会被他掩盖 再也不会有人看到你的优点 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觉得 你配不上他 是啊 很多东西靠近了就不美了 也许相望于江湖 才是我和江玉最好的结局 睡觉前 我收到了顾也发送的好友申请 宁久威 你好 我是顾也 以后我就是你的责编了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一起进步 如果方便 过几天 我们约个时间面签合同 和顾也约好元旦晚上 见面签约后 我收到了江玉录好的台风 鬼使神差的 我还是点开了这首 我听过无数遍的歌 江玉的声音比大学时更干净两分 和上一世不同的是 他唱腔里带着一直不住的哽咽 他的留言是 宋同学 我只会给喜欢的人写歌 希望你永远是我第一个听众 晚安 记得做好梦 纠结再三 我选择把他的歌 发给他上一世的经纪人陈少龙 这一次 他可以再多唱几年 成名更早 时间更充裕 也许他就不会那么焦虑 不会那么累 而我这颗在太阳旁边很不起眼的星星 也要离开太阳 去黑夜里发出一点点属于自己微光 听说了吗 江玉要在元旦晚会上演唱他自己作曲的歌 不会吧 长得那么帅还会写歌 全能啊 高爽竖着耳朵听了一会 便开始八卦地问我 不会是那首台风吧 你帮他写歌词了 我摇摇头 没 高爽满眼羡慕地看着我 小薇 他不会在台上和你表白吧 好浪漫 我翻着数学课本 笃定道 不会 事业是事业 感情是感情 顶级野心家疆域 永远分得很清楚 事业一定会排在感情前面 你也太冷血了吧 高爽哼了一声 再说了 你怎么能保证一定不会 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他 学校不允许早恋啊 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很喜欢做梦 曾经的我也是 可现在 我只想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江玉的目光直直落在我身上 上上下下 似乎要把我看透 宋同学 你会去看晚会的 对吗 他顶着两个黑眼圈 看起来昨晚没睡好 我写完一道数学题 淡然地点头 我会 不止我会 他的经纪人陈绍荣 也会带着媒体来 如果他爆红的时间线提前 我和他就不会有开始 从那一刻起 他将不被允许 拥有任何普通人 都可以拥有的平凡感情 一切想要的东西 都唾手可得的 巅峰时期的小天王 失去的是 没办法在想爱的年纪 去爱想爱的人 名和利 本来就要用自由来换 九威同学 江玉突然柔声 喊了一下我的名字 谋底情绪暗涌 嗯 你能不能陪我去买 元旦晚会的礼服 他一贯凉薄的眼里 浮现出几分笑意 下颗线条 凌厉流畅 语气里似乎有 难以自控的激动 你的审美 应该比较符合 大多数女生的审美 想到 这也许是 他当普通人的最后几天 我点了点头 在彻底离开前 还是贪心 希望能拥有 哪怕一克 普通的江玉 哇哦 好甜 高爽一脸 磕到了的表情 我强压住心中的酸涩 扯出了一个 大大的笑容 江同学 说好了 周六 我在绿地广场等你 江玉的眼神 直白炙热 我去你家接你 正好我家 在你家的前一站 我乖巧地点点头 距离元旦晚会 只剩一个星期 校园里到处都张贴着晚会的节目单 露天的大舞台上 偶尔可以看见排练节目的同学 江玉的节目排在第一个 时不时有隔壁班的女生 在我们班门口探头探脑 大家都很期待校草的舞台处表演 沉闷的高中生活 好像因为这一场晚会 多了那么几分生机 周六早上 由于熬夜写小说 我不小心睡过了头 我是被顾野发的短信闹醒的 小鱼 小说反响挺好的 加油更新 千万不要断更 小鱼是我的笔名 我下楼的时候 鸡血堆满了江玉的尖头 对不起 让你等太久了 她双手插在兜里 斜斜地靠在墙上 刚开口 唇齿之间就呼出白白的雾气 以前有一个女孩 经常等我回家等到深夜 怎么也等不到我 我现在才知道 她有多难过 江玉自然地伸出手 想要拉住我 我一个转身 躲了过去 走吧 心下有些酸涩 我率先走在了她前面 雪下了没一会儿就停了 太阳冒出头后 鸡血化成了一滩滩的水渍 我和江玉在商业街并排走了许久 她对哪家店铺都不太满意 再看看 明明上辈子 她最讨厌的事情就是逛街 不过也对 成名后的她穿的都是大牌高定 看不上普通店铺里的衣服 也很正常 我这么想着 江玉却在一家婚纱店门口停下了脚步 进去看看好不好 她的语气里带着啃球 眼尾泛起薄薄的红 就在这么一瞬间 我心里闪过千百个念头 说出口的话却只有一个字 好 有些遗憾 总想让她圆满 店员小姐姐在看到江玉的那一刻 便两眼放光 这个先生 如果你同意当我们店里的模特 我们的礼服可以免费送你一套 而后 他才注意站在江玉身后的我 又笑着补充道 还可以免费为你们拍照留念 能成为顶级偶像 江玉那张脸确实很能打 我们想自己看看 可以吗 江玉侧过头 淡淡道 女店员点了点头 往后退了两步 当然可以 有任何需要随时叫我 店里的婚纱和男士西装很多 样式复杂的 样式简单的 应有尽有 江玉却一眼都没看男士西装 而是一直在婚纱区兜兜转转 半上 他指着一件半纱抹胸的粉白色婚纱 绸缎材质的裙子褶皱处 一出浅浅的光 腰线收得极窄 歪头看向我 神情认真 命同学 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犹豫了一下 摇了摇头 我只想在结婚那天穿一次 江玉的眼神有一瞬间的失焦 两久他才开口说话 声音又清又涩 那我去是我晚会要穿的礼服 他随手挑了一件西服 进了十一间 没过十分钟 一个挺拔清俊的身影朝我走来 江玉精致的五官如霜似雪 浑身上下都透着金柜傲然 好看吗 他勾了勾唇脚 我仔细打量着 笑中带了几分哽咽 好看 你店员开口道 两位要拍照留念吗 我们橱窗的展示柜 正好还差一张情侣合照 我慌忙拒绝 不聊 要是江玉红了这张照片一定会成为我被攻击原因 我不愿再来一次 江玉清澈的眼眸渐沉 而后只听他轻轻叹了口气 低声道 等有一天 我们两人重新回到这里的时候 再拍照留念吧 我听懂了他的意思 却没说话 就放任他这一次吧 最后一次 主持人无聊的开场白结束后 元旦晚会终于开始 下面有请高二三班的江玉同学 为大家带来他自己编曲的台风 江玉弹着钢琴 前奏刚刚响起 他还没开始唱歌 女生们就已经尖叫成一片 高爽臭屁地对着隔壁班的女生炫耀道 笑草是我们班的 羡慕吧 隔壁班的女生一脸无语 舞台的灯光全部熄灭 只能看到一个模糊又笔直的身影 爱像一阵风 吹完他就走 这样的节奏 谁都无可奈何 没有你以后 我灵魂失控 在歌声响起的那一刹那 舞台中央 一束光从上至下照在江玉身上 仙衣怒马的少年 意气风发地站在台上 他天生就是为舞台而生的人 啊呵呀啊呀 台下的尖叫声更大了 我转过头 看见陈绍荣不断点头的侧影 不出意外 今晚过后 他就会变成属于所有人的大明星江玉 再见了 只属于我的江玉 我什么都没有 只能为他的梦加油 江玉的眼睛一直瞟着观众席 好像在找人 高爽看看他 又看看我 问道 小薇 他会不会是在找你呀 接着 他站了起来 对着舞台用力地挥起双手 我的手机在这一刻亮起 是顾也给我发的短信 小鱼 我已经到你学校门口了 出来吧 我在江玉热切的目光里 提前离开了晚会现场 远远的 我就看见顾也修长挺拔的身影 被路灯拉长投射在地上 他清俊精致的半边脸 隐在阴影中 他身上套着一件羊毛大衣 内里的黑色衬衫 有两颗扣子没扣上 露出了半截锁骨 右手指截夹着一根燃到一半的香烟 我朝他招了招手 顾也脸容回过神 下意识地把香烟按在旁边的石头上熄灭了 小鱼 我点点头 他走到我的身边 吃笑一声 我还以为是位老师 怎么是个学生 我闻到他身上一股烟草味 很清很淡 并不难闻 顾主编 法律规定 学生不能写小说吗 没想到你长得还挺漂亮 顾也又往前走了半步 缩短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你小说里的女主角 怎么会那么自卑呢 我故意逗他 顾主编 你长得也不赖啊 学校的广播里 断断续续地传来疆域的歌声 静静悄悄默默离开 陷入了危险边缘 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 顾也红着脸 转移了话题 这首歌是最近的流行歌 我怎么没听过 还怪好听的 我摇头 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自己写的歌 他竖起大拇指 牛 待会去帮我要签明白 就这水平 红遍大江南北 只是早晚的问题 顾也的商业嗅觉 一如既往的敏锐 好说 先把合同给我签了 文言 他把手上的合同递给了我 我看也没看 直接翻到最后一页 签下了我的名字 顾也俊俏的脸上 闪过几分意外之色 签这么快 不怕我骗你 我把合同塞回他手上 拍了拍他的肩膀 坚定道 对你 我很放心 我懂 这叫见色起义 他笑得眉眼弯弯 想当初 哥哥我读高中 也是迷倒了万千少女的男神一枚 号称九亿少女的梦 见我不说话 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和你开玩笑呢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晚上还得加班审稿子 我一把拉过他的手臂 顾主编 你的作者有困难 你帮不帮忙 嗨嗨 他不自在地摸了摸鼻 我只对小说负责 作者不归我负责 我一脸严肃 这关系到我小说的生死存亡 顾也一副英勇就义的表情 用力拍了拍胸脯 那我再所不辞 我扑进了顾也怀里 抱住了他 算算时间 江玉的演唱已经结束了 高爽那个藏不住事情的大嘴巴 一定会把我去校门口的事告诉他 我只需要等他看见这一幕就好了 这不好吧 顾也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比你大好几岁呢 我轻声恳求 抱紧我 得了指令 顾也揽过了我的腰 让我靠在了他怀里 江玉怒不可遏的声音 从我背后传来 命久危 你和顾也在干什么 顾也低下头 对我耳语道 这人是谁 他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我和他见过吗 上辈子 他们见过 我急性肠胃炎犯了 打不通江玉的电话 是顾也大半夜把我送到医院 一直等到江玉赶来 他才离开 我醒来后 江玉问我的第一句话是 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会大半夜出现在我们家 见我不说话 江玉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不要被媒体拍到 我丢不起这个脸 他和流量小花辈拍到的时候 我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松开顾也 转过头就看见江玉薄唇紧敏 脸色发青 你知道我为了你 刚刚拒绝了华裔娱乐的签约吗 江玉的额头渗出细细蜜蜜的汗珠 这是他强制性脊柱炎犯病的表现 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 却怎么也不敢像原来一样 轻轻抱住他 和你在一起 真的太累太累了 我压着心中的情绪 一字一顿地说着 重来一次 我选择故意 江玉缓缓闭上眼 眼眸止不住地颤抖着 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竟开始祈求我的怜悯 我也可以做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等下班了 我就去接你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 不用隔那么远 我会和你去悬崖边上 办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婚礼 我可以不是江玉 我摇头 太晚了 我们之间少的不是那个 可以带你回到戴观山的时光机 有些是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是没办法挽回的 有些伤害 不是不看 就不存在 我主动过 也等过你 是你非要拒绝我的 我转过头 请了顾爷一口 顾爷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勾过我的脖子 把我往他的怀里拉了拉 挑衅似的对着江玉说道 小屁孩 你还太小了 女孩子都喜欢我这样成熟稳重的 江玉的身体变得僵直 他的长节垂下 脸色苍白如纸 眼睛沉寂得像一潭死水一样 对不起 我知道 他的身体已经痛得没办法 让他好好走路了 可我还是挽起顾爷的手臂 从他身边走了 甚至一眼也没有回头看他 我不敢 我怕我回头看到他的表情 我会心软 转身的时候 我没有犹豫 只是浑身止不住地站立 这一次转身 应该就是一辈子了 世界上有很多人爱江玉 因为他是江玉 我爱他 因为他是他 甚至希望他不是江玉 顾爷拍了拍我的背 轻声安慰道 没事 不就是失恋吗 我经常失恋 没什么大不了的 曾经拥有过 就足够美好了 恋爱和失恋 可是作家的灵感来源 那天晚上 江玉冒着大雪 在我家楼下站了一夜 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躲在关了灯的房间里 透过窗户 看着那个痛到浑身发抖的少年 眼泪不知怎么的 流了满面 江玉的位置 第二天就被搬空了 学校里只剩下他的传说 因为一首歌爆红全国的天才创作歌手 他的传奇人生从此刻开始书写 就连从不追星的我妈 也开始每天雷打不动地 蹲在电视机前守着他的采访 女主持人的脸上 带着无法意志的崇拜 江玉 你这次金曲奖入围了八项虚 最近有没有在写新歌 江玉的回答一如既往的冷酷 西字如金 有啊 写了一首不算男人 不算男人 在骂谁啊 他红着眼眶 脸上的神色沉默又悲哀 在骂我自己 忽略了一个女生的感受 忽略了很久很久 去电影院 两个人要坐不同牌 坐很远 这对女生来讲太不公平 但是现在想一想 也来不及了 女主持人又追问道 很多粉丝都很关心你的感情生活 现在还有女朋友吗 江玉的声音又酸又色 女朋友啊 现在没了 真的没了 没了 但还是朋友 那你会邀请她来看你的演唱会吗 江玉那双漂亮的桃花眼红的像 快要浸出血来 她调整了呼吸 想要掩饰情绪 可她颤抖的鼻音 却依旧出卖了她 她现在有男朋友 可能不太方便吧 奉劝所有粉丝朋友一句 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 真爱握在手里的时候是没感觉的 要等到了失去了才会懂 我倒了杯水 回到房间 继续写我的小说 高三那年 我参加了新概念作文大赛 拿了一等奖 保送到了华清大学 只是 这一次 我的大学里再也没有江玉这个人 我的小说终于顺利出版 最近正准备翻拍成电视剧 参加小说粉丝签售会的时候 总会有粉丝说 小鱼 你的侧脸 好像江玉那首新歌 不配里的MV女主哦 而且那个MV里的女主 也喜欢圣诞树和维尼熊 你和江玉同一所高中 你该不会是她那个 一直忘不掉的前女友吧 怎么可能 我和江玉不熟 她高二就出名了 我释然地笑笑 原来真正的不伤心 不是忘记那个人 而是想起她的时候 是不难过的 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们高中不允许早恋的 小鱼 那你有没有听江玉的新专辑 听了呀 很好听 我很喜欢 小鱼 你的小说为什么都是悲剧结尾呀 在小说的尾页 我给粉丝签了一句 从书上看到的话 或许以悲剧收场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凄惨 或许他们是用 他们知道的方式相爱 虽然短暂 但却是他们唯一懂的爱 签售会结束的时候 会场响起江玉的新歌 你说故事已经结束很久 我努力假装现在过得很好 也许在不同的时空 还牵着你的手 想知道 你现在真的过得好吗 没有我 也许是种解脱 面前的小熊花篮 掉下一张祝贺卡 小鱼 祝你签售会顺利 永远开心 永远幸福 江童学流 江童学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